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前面说的 对一些自己不了解 甚至不理解 甚至不习惯 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些人和事 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包容 雪莉法中的雪莉 又一个韩国自杀的娱乐圈偶像 经历了怎样的恋恋人生 请收看本期东边西边 那我们是要从一个丧事 开始说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就是年仅25岁的韩国歌手兼演员 雪莉 她被发现在家中死亡 那么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人是提出来说 就是她生前很多的诡异的举止 甚至有网友说 当有一天年轻的雪莉死亡 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我们来分析一下 她生前的那些举止到底有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觉得诡异 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我就想到了一个词 叫红烟薄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她这个身份很特殊 一个是年轻25岁 出道10年 第二个身份是歌手兼演员 第三个她在临死前的那一天 是有一系列的表现的 比方说还在拍广告 还在和经纪人通话 同时她的日记里还写了两个字 痛苦 虽然没有遗书 对 她这一系列的表现 使我想到一段诗叫 生命尘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这是我对她的 生前的这么一个临死前的那一天 我的感觉 其实雪梨的生命就是说 这么的短暂 你看她离开也才25岁 对 11岁就被她父母 相当于是去参加一些写秀 15岁正式出道 对 所以就10年 对 10年在这个光的 在这个 强光的叫小 在这个巨方根的照耀下 她其实是没有自由的 包括她的人设 是被公司打造好的 是 虽然是她享受万千的宠爱 给她最顶尖的资源 但是她就是一个甜美的娃娃 就是说你按照我这个人设去走 你就是好的 结果等到19岁那一年 她只是谈了一场恋爱 所以我其实就一直在想 她做错什么了 她的 就是就相当于是她的事业 她的人生断崖式的下坠 她只是因为在19岁那一年 谈了一场不被大家所接受的恋爱 所以她其实这些年 包括就是我们说 她在网上一些很怪异的 大家觉得甚至觉得很变态的一些举止 比如说什么生讨卖鱼 她不穿内衣 她自己也说了 我只是觉得不穿那个 我很舒服 我也希望告诉大家 可以有一个多的选择 她这个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 包括她没有去世之前 很多网民或者她的粉丝 都对她有这样一个九个字的评价 一个是就刚才我们陆老师说的 叫什么暴露狂 说她是个暴露狂 不穿内衣 褲褂 什么漏底裤 这伯彦琼 这伯彦琼 这个小吊带 第二个对她的评价叫性暗示 说她有很多表现都是一种性暗示 包括口吐奶 等这一类的 第三对她评价叫神经病 她在直播中 永世妍就显示了崩溃 一会哭 一会笑 表情变化很快 所以人家评价九个字 三种表情 这三种实际上是一种现象 我们说艺人对我们来感觉叫光彩造人 众星捧月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她的风光背后有多少心酸泪 所以说在我想雪莉的这种状况 我突然想到她有最不美好的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叫身不由己 第二种叫言不由宗 第三种叫情不自尽 所以说我用这三种形式 我来表现的形容 我觉得雪莉她在去世前 尽管有的人说她可能是被杀 有的人可能她说她是犹豫症 但是我总觉得她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一听这九个字 又听这三个最不美好的 我都觉得很心痛 我自己也想象如果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的 我觉得很难不抑郁 很难不觉得世界不公平 很难不想逃离出去 那我们看看她还在世之前 这个时候 网络上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渠道的声音 一个是继续讽刺她 好就说她一举一动 都说哎呀这太搞笑了 就是在骂她什么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预测什么时候 如果她压力太大 如果走了的话 就觉得很可惜 但是呢在离开之后 突然就 全部就是一个声音 就是惋惜 遗憾了 就等等等等 这些声音了 你们怎么看这种转变 网络上的转变 他这种转变呢 说明了一个就是由网络上的一片的攻击声 反对声变成平静 有这么几种心态 一种心态呢 我们中国人一句老话叫 人 人其将死 其言也善 这是一个 或者我们把它引申一下 就是人死后 对他的评价 对他言论 就已经 比如说人前 可能说这个人是个恶人 当他一旦离世的时候 人们就不再说他是恶人了 为什么呢 人死如灯灭了 你还在去追究他 对死人还要去批判吗 在攻击是不对的 在攻击不对 第二呢 很多人呢 在他去世 突然的离世 他不是病逝 他是突然离世 这种突然离世 会跟很多人产生一种反思 反思 他为什么要死 这么年轻的生命 花一样的年华 黄金的年华 青春的年华 为什么要离世 很多人要产生反思 第三种就是您说的 他会产生一种内疚 我们对于这个小女孩 这样的评价 这样的攻击 合不合适 或者说像鲁迅所讲的 谣言可以杀人 所以说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反映一个实质问题 就是我们社会的生态中 特别是文化和文艺生态中 出现了病态 是一种病态 很多人打着正义的公平的民族的旗号 其实呢 是在做一些人生的攻击 是吧 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用反思行为了 再一个呢 就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生态不健康 不清洁 往往就是用很多 就好像人们的猎奇思想 就占了上风了 一旦想去八卦些什么新闻 人人都去八卦 那种八评 高的点击率特别高 为什么 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态 其实这个群众行为 本来就很可怕了 也不是10月14号才发现 对 我们都知道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呢 就是现在可能自己喜欢的明星思 我们才反思一下 是吧 其实有个很可怕 也是很可悲的现象是 雪莉他不是第一个 他也绝对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对 在这之前 包括我们说的软离遇 将近100年了 Michael Jackson在去世的前一天 全世界都是站在他的队里面 基本上对他的这种悲意 负面绯闻产生 等到他一去世 所有之前出来指责他 言之早早 说他做了什么什么恶事 什么的 自己就是受害者的那些人 全部出来做证说他没有伤害过我 做我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真正的善意呢 就是可能我们对一些 我们不了解的人和事 有时候来说保持沉默 我觉得才是最大的善意 他并不是说 我在之前我对你有一些什么 按我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彩撤 或者攻击 或者是以鹅传鹅 当你走后以后 我再来表达一个追思和悼恋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 当然呢 就是说我是一直坚持认为 这一拨人还是少部分人 就是据我所知 比如说网上现在 其实我也去看了一下评论 他还是有几种声音 有一些人呢 他也说我也不能接受 他之前的有一些行为 我是觉得好像还是有点挑战底线 但是我也没有骂过他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可能骂得最凶的那拨人 现在哀悼的是最厉害的这国人 近些年 韩国娱乐圈的自杀事件层出不穷 但故事相似 对此很多人感叹到 韩国明星真是个高危行业 韩国不大 艺人却很多 那么在这个圈子当中 究竟隐藏着些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 韩国号称世界造星工厂 相当于我们中国全球制造工厂 他近十年的统计应该准确统计是韩国的艺人 有名的艺人自杀是33名 我大概做了个统计 年龄最大的58岁 年龄最小的21岁 其中30岁以下 21到29岁的占了一半 有16个人 比例是50% 我们从这数据上说明问题 第二个据现在韩国演员 就是演艺协会统计 那么他们的演员自杀的原因 有这么几类原因 整体上来表现的是什么呢 工作中的压力 这是一种表现 第二种是激烈的竞争 第三种是潜规则 潜规则 他就有这样 而且对女员的统计 就是女员66%的被有潜规则中的性暗示 还有38%的是被迫进行性接待 所以这样的话 就这几个方面 我们大家看就可以说明 韩国演艺圈目前出现了一种不正常 不健康的生态状况 这个怪圈的情况还是普遍的 对 不是说偶尔有 比方说我们这几年都在一直在说的 叫张子汇 张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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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演员 这个演员 其实他在生前写过50本日记 长达231页 他被公司高管强迫 跟41个男人发生过性接待 其中有一次和4个男人同时 所以你想 这样的一个有名的女艺人 在这短短的4年中 2004到2009 就他的遗迹中暂示 后来法庭仅仅隔了几年后 才判了社长 他不从社长出来的拳打脚踢 才判了社长罚款 相当于人民币15万 那么这个例子足以说明 那么很多艺人 之所以得了这个抑郁症 他一定与这个竞争啊 压力啊 心里受到的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 没有自主 挑战心中的底线 这都有关系 就我们近些年来看的一些新闻啊 就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是很匪夷所思的 因为韩国 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男权社会 就是包括就是说 其实在吹雪梨出世的前几天 前些天 就是有一部有小说改变成电影的一个 一个一个片子 叫92年的 吹志英吧 好像叫 就是这样的一个片子 它其实就是整个片子 其实很朴实无法 它是准备角逐今年的奥斯卡的一个 一个片子 很优秀的一个片 结果在韩国还没上映 就遇到各个阶层的就是疯狂的诅咒 甚至有人去清华台请愿说 竹子把这个小说改变成片子 包括所有参演这部影片的女演员 全部受到疯狂的咒骂 网络的暴力 包括烧她的照片 甚至有一些看过小说的男演员 包括点赞支持的男演员 都一样的被自己的粉丝疯狂的去诅咒 那么这个也是表明 整个韩国这个娱乐圈有多么的可怕 我相信世界的娱乐圈都有类似的问题 都一样 不是说这是韩国特色 宋老师刚说的造星工厂 这么一个概念 我觉得很合适 我们都知道韩国这个系统非常的发达 包括有中国的 还有别的地方的小朋友 也被送去那边做培训 都觉得好像可以培养出最好最好的明星 但是在制造这个明星的同时 也好像是在毁掉这个人 韩国的娱乐圈 就这么多些人我们了解 当然我们中国也有一些小明星 韩国造星 后来在韩国签约解约 后来回到我们国内 增加了韩国标签 比如说陆寒 送茜 韩庚 是不是张先兴 这些人 没错 那么韩国的娱乐圈的造星和毁星 它突出表现了有四个没有 一个叫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韩国这个圈里 第二个叫没有尽头的剥削 第三个叫没有尺度的交易 第四个是没有真相的键盘 那么这个几个表现的是什么叫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里面就是说他们的造星相对我们来说 它就比较复杂 比较苛刻 比方说练习生的时候 实习的时候要有几年的年龄规定 时间规定 而且淘汰率非常高 800比1 淘汰率比较高 再一个就是没有尽头的剥削 他给你的签约好的是7-3比7-3 他公司拿3拿其他拿3有的还给你9比1 再一个没有尺度的交易 这个我们就大家都知道了 这些都包括了信案事信招待大暴露等等裸系等等 没有车 再一个是没有真相的键盘 那么我们就想到很多明星是签了一些不平等的条例 比方说10年 这10年你是不能解约的 你就是我的义人 那么他这种造星的方式是为了两个字 就是利益 围绕着公司利益 但是在造星的同时又混星 比方说像我们张子言 雪莉 这些人能给他公司带来收益 但是他同时要利用这些人的名气 令人的光环去进行更大的交易 比方说和一些社会的名答 和一些高管和一些大财团和一些政府的官员 通过性贿赂性交易来给公司拿到更大的权益 这样的话很多女演员 特别是女演员 他们就觉得你这样做已经就毁掉了我了 我本来是一个青春可爱的形象 我本来是个人人爱的形象 结果我已经是表象和礼叫表礼不一 我是心酸的眼泪和血和泪 一听就觉得很恶心了 其实人格它是一个崩裂的状态 就包括麦子刚才在说 我觉得娱乐圈 不能是韩国的娱乐圈 还有以前像香港的娱乐圈 就包括好莱坞 它其实历来都是被资本绑架的一个行业 就是大量的纸醉精迷 最光鲜亮丽的都集中在这 但是最肮脏的也在这 被造星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少男少女 年龄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限制 它的练习生 努力了不一定能出道 出道了不一定能红 红了以后还不一定能长久 你看看就像这个崔雪梨这样 她就算是15岁就已经很成功了 15岁已经是全国万众瞩目 拿到最顶尖的资源 她红了对吧 不外乎19岁就因为谈了一场恋爱 大家就可以马上把她拉下神坛 踩在脚底下 很可悲的我觉得 而且人格上是不谈自由的 身心上我觉得也不谈自由 很多人把韩国的一些经济公司 一些不是全部 比作叫压榨机 把艺人比作叫提款机 压榨机就说明 他们这种不管是高强度的训练 高符合的工作 最后的目的是为达了高效益 高收益 但是演员除了他的风光以外 他也成了一种提款机 所以说他承担了双重的身份 我们国内恒电每天都有招聘 每天群众演员都有来招聘 而且叫千军万马几独木桥都要去报名 而且现在我们国内的几个电影学院 包括艺术学院 戏剧学院 报名为了 为什么很多人都希望成为明星 明星第一可以成为白富美高富帅 明星可以光中耀祖 但是真正的很多人到了这里以后 才知道这里并非是他们想象的世外桃源 并非像韩国出现的这一类问题 使他们感到生 感到已经反差太大 但是很多人咬着牙去要完成这些事 但是最后觉得实在难以承受了 所以抑郁的抑郁 自杀的自杀 对不对 甚至有些的解约了解约 还有一些改道了改道 都说人言可畏 尽管时代在变 但流言蜚语的杀伤力丝毫未见 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年代 一句话可以是善意 也可以是恶意 而这究竟是我们敏感所致 还是世间失误 请继续收看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走之前 其实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训练 那么多年的培养 然后已经有很大的成就 他就红了 红了十年了 那么他也是有钱有势 有严有财 这么一个人 我们在很多人的眼中中 都觉得非常的成功 但是他还是选择离开 选择自杀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 我觉得有用三个词来说 一个叫看透了 虽然说他只有25岁 但他毕竟在一个道里面 他也算比较道深的了 待了十年 曾经也被雪长了一年 对不对 他因为谈恋爱雪长一年 后来复出之后 他基本放单飞了 放单飞了 第二个叫心痛了 虽然说看透了 他心痛了 他的心痛了 除了他的日记 除了他的最后的讲话 你们要心疼我的日记 留下心痛 同时他确实心痛了 为什么呢 他就想我付出了这么多网络的暴力 公司的压力 对不对 和我个人所承受 不应该在我这个年龄承受的东西 我都承受了 所以他就 我觉得他就觉得心太痛了 确实 第三个词我觉得叫心累了 人为什么经常说我好累了 要休息一下 他是心累了 心累的人是要休息的 但是他的这种休息 就是说他的心呢 已经完全累到需要长期休息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 就是最开始 其实我们一来上节目 宋老师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红颜都薄命 包括刚才说 有颜 有财 有钱 我觉得都没错 都是对的 但是我不认为他是有事的 因为其实就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 我就觉得 很能表达这样的一个事件 就是一种无依无靠的美 其实有时候带来的就是悲剧 包括我们就说软领域 对吧 拦截音 他其实是 确实是美貌这些东西就无可置疑了 包括我们就是说 目录 对吧 也是经事害俗了 但是他其实他的这种事 只是在他的这个范围内的 就是有一定局限的这种事 就在我的角色里面 我好像看起来有钱了 很风光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他其实是没有人格自由的 这也是 就是没有这个框架 没有的 他其实是没有的 对对对 而且就是说 你在说的这个事是什么 就是就我们说 雪莉就因为谈一场恋爱 立马拉下神谈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说 孟露呢 孟露他他有没有事呢 他可能在普通人的这个视野里面 他觉得他是有一定的权势 有东西依邦他 但是呢 没想到他面对的那个事 你对他来说是覆盖性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说无依无靠的美 在这种事 在我们说的这个大环境下 它就是一个悲剧 很容易产生悲剧 雪莉其实家境是并不好的 他没有任何背景 他很小就出来 其实是为了养家 上面哥哥 下面妹妹 他其实承担着很多 蓝洁英也是 包括孟露也是 而且呢 像一般如果说真理 家里有财有私的是 不会把自己抬起 早就会放弃这种 根本就不会去走这条路 不会就进入到这个演艺圈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 也是很心痛的一点 我们都知道 他面对一些什么压力 一个就是这个网络暴力 就是整个网络都随便说 他都没有什么后果一样了 对 然后呢 他也是有那么一句话 就是求助的那么一句话 就是说 希望记者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心疼我一下 对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信号是没有被抓住了 大家没有拯救他 甚至被误读了 对 没错 好像就是又是在 那个博眼球而已 或者是怎么样 对 那么我们如果是站在 他的立场 我们是希望 这个世界对我们怎么样了 希望他是怎么样来 改善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较邪恶的一个处境呢 他的离去 其实我们今天呢 应该很好的像麦子所说的 读生说的 要总结一些经验 对 要告诉我们活着的人 对 或者艺人 有什么生活中深刻的启示 我觉得应该作为一个社会 作为一个文艺圈 或者作为一个网络圈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需要立法 立规 对 立法立规 那么其实韩国演习圈 已经开始要求立法立规了 这种网络暴力 造谣攻击 要追究刑事责任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社会来说 要立法立规 这一点我们中国还是比较显年了 对 早就立法 要有隐私的保护法 对 要有造谣诽谤 要追究刑则 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第一个是作为启示 第二个作为圈内 就是我们这个网络圈的圈内 也应该要净化这个圈内的生态 对 现在我们的圈里的暴力是真的很严重 特别是那种猎奇猎焰 群其而攻之的 这种状态是非常厉害的 独分青红照白 就是随便的进行暴力 网络暴力 对 这种暴力是要杀人的 是要死人的 这种暴力 所以我觉得圈内要静态 这个我们这个圈 第三呢 我觉得作为艺人 作为艺人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的艺人 除了你自己应该叫洁身自好 坚守底线 多为国家和为市民演出最好的形象 而且你还要表里如一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作为我们艺人来说 也应该是什么呢 也应该是有自己的初心和底线 不能因为为了出名 可以去做一些与这个社会 与这个法律 或者以大众的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东西 但这个面对这种诱惑 很难保卫了 对 就是要面对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明星都是 出发点也是很合理的 非常正义的 对 对吧 就是后面为了可以坚持那条路而打折 对 所以 结果最后打成骨折了 是吧 所以说从现在来看 就是说我觉得艺人 他也应该是这样的 OK 才能 最后一点 我觉得应该作为演艺单位 要有自律 OK 要在一个公司 在一个团体中 要有一种和谐的环境 你不能把演员当成压大机 那个提款机 对 对 所以这个公司要自律 这个公司呢 既然来 我们就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进了一家门 大家就应该是很好的和平相处 不能呢 采取一种像韩国某些公司这种做法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几个方面 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启示 我相信很多这些不作为的公司 本来已经在违法了 只不过没有受到惩罚 对 所以我觉得问题就是 也许这个法律都立了好了 对 我们也要找办法让它执行下去 这个社会我希望对一些 就是我前面说的 对一些自己不了解 甚至不理解 甚至不习惯 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些人和事 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包容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生态 应该是这样 我可以在 但是我也允许跟我不一样的在 我觉得这样才是 即使我们做不到包容理解 或者是喜欢 那我们能够保持沉默 我觉得也是一种善良 也是一种善良 不去跟随别人去做攻击 对 我不以鹅传鹅 我不群起而攻之 对吧 我觉得就是善良 OK 有道理有道理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 也可以做到一点 就是说这种潜规则 网络暴力 这些词我们都很熟悉 对吧 没有一个粉丝 是在家里在上网的时候 不知道这些行为 也不知道娱乐圈 有多的那个残酷 我们都应该爱护好 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些明星了 对吧 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有这种痕迹 是不是有这种信号 是说人家过得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对 我们不要以为 就是好像是明星 就是全都是 非常开心的一个情况 它也是一个正常的生命 对 也是人 对 也是有脆弱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都关照 也许我们会避免一些 这种危险 说到这 感谢两位 人经历无数风雨 但从未退缩 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 屹立在世界东方